以前咱们见面问候啊 都说今天你做核酸的吗 现在朋友圈里面问候 全都说你今天发烧了吗 而且我初略统计了一下 我身边感染的家庭啊 已经超过有100多个 那上次跟大家去发微头聊的时候 我们家这个病程了 也才走到第三天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 在这四天当中啊 包括我们家啊 身边很多人感染家庭啊 这个病其实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有很多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地方 那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希望跟大家提个喜 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病的病程啊 是比较长的 之前我们听专家说 我到七天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就缓解了 但事实就是说 第三天的时候发微头 大家都能看到 就是说那时候高热完 鼻子还留点鼻涕啊 鼻音那到今天呢 我这个鼻音还存在 而且还是比较不重的 而且从这个嗓子不疼之后啊 我就开始出现这种 比较轻微的感冒症状 就是鼻塞 接下来就进入到下面一个病程了 就是咳嗽 而且这不是我个人现象啊 几乎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现在看我身边这种卖梨的 都已经卖断货了啊 因为大家都在疯狂的去煮泥水河嘛 而且就集中在这几天 那大家的病程 都有没有走完呢 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 我们家是怎么来处理这件事的 如果你和你的家人还没有养过 或者正在病程当中的话 这条视频一定要认真看 有些准备你是可以提前做的 然后我的有些做法呢 你也是可以学起来的 因为这可以帮助你和你的家人缩短病程 先说第一条 是不是待在家里就绝对安全 不会感染 答案是否定的啊 像我们这儿的话 从前段时间开始啊 这个生活都已经非常简单了 大家都居家也办公啊 居家上学啊 环境已经很单纯 像我们这边呢 有些家庭甚至连门都不出 但我们家呢 买菜也都靠外卖 不过和老婆孩子啊 也都在小区内部就活动 即便这样 还是会感染 就像我的一个邻居大叔 他说的 他们就说一个感染 是因为他们凝聚感染了 所以这个走廊的环境 已经痒了 因此大家遇到这个事啊 就别太计较 我到底咋感染的 所以咱们就是有病之病就行 不要因此感到什么沮丧 也不用去想 为啥就是我呢 我咋真的倒霉呢 展开说第二点 如果说你抗原核酸检测 都是阴性的话 那是不是我的这个病症 就不是新冠的呢 这可不一定 像我身边很多人都出现 这个发烧三十天 退烧之后才会呈现阳性 但期间可能呢 做核酸也好 做抗原也罢 显示的也都是阴性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用去在意你是不是新冠 就算是感冒 你也要赶紧处理 第三点就是说 是不是感染这个新冠 都会发烧啊 那像我身边 这好几个家庭呢 基本上都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不管老人也好 或者孩子也好 或者年轻人 而且这个发烧度数呢 最高是烧到了40度 孕妇其他一般情况 也就是39度左右 那我们家呢 我的症状 我觉得算是比较严重的 出现这个烟痛 高热 鼻散 流鼻涕 咳嗽 然后我们家 然后我 然后我家孩子呢 就是有一天很烟 然后我媳妇呢 高热 烟痛 啥也做不了 只能躺平 然后我们家的恢复的重担呢 都落在我的身上 所以的恢复的时间 就需要多一点 第四点就是说 手边如果是没有这个药 怎么办 关于这点呢 我觉得也不用去挤上 因为说我们现在 所有的家庭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药 我们买的药还在路上 但人已经是感染了 而且很多发烧的家庭 也反映说 这个退烧药 也很难推骚 特别像小孩 你吃了美丽之后 也就是扛四个小时 还是要重新再关药 所以最根本的一个退烧方法 还是提升满意力 多喝一些好水 比如说柠檬蜂蜜水 店里脂药补足 蔬菜高汤呢 得喝上 保持孩子料量 他们营养得吃够 像我们家的孩子呢 其实他第二天 他就出现那个发烧症状 就是全身无力 精神也不太好 在他感觉快要痒之前呢 我估计着他可能啊 我常常第一个方式呢 就该喝好水 那这个时候 我才不太建议去喝太多这种白水 一定要喝有营养的水 所以我就是会给他 配一些这个柠檬蜂蜜水啊 或者煮泥水啊 还有各种水能翻上 保持他这个料量 这样子呢 他后面也就烧了一天 后续呢 也少了我非常多的麻烦 第五呢 就是说家里有人感染了 其他人能不能躲过去 这点呢 反正就我身边所有的家庭来讲 没有躲过去的啊 全部都是全家集体感染啊 尤其像我们家 我是第一个出现症状的 但我也是第一个好的嘛 第六点 就是说家里如果有老人感染了 那怎样去退热 那在我们家呢 我妈妈在这啊 那他发烧的过程中 其实是很难受的 他那两天是没有办法下床的啊 真的是超级难受 那这个时候 我就是啊 去给他 我也是把家里面 存的一些个 这个B组啊 美啊 甲呀 维生素C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老人喝起来 补起来 这样子呢 也能帮助老人增强下免疫力 也缩短了病程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 借鉴使用一下的 接下来说到这里 就是说大人和孩子 到底谁恢复的快 我身边 很多妈妈 包括家庭啊 都反映孩子恢复的快 包括发烧也是 所以孩子的病症呢 就很单纯 就发烧 烧好了之后呢 孩子基本活力就恢复了 反而是大人了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就会出现高热啊 失去味觉啊 全身骨头疼啊 咽喉疼啊 肩膀疼啊 腰疼啊 就是会出现这些症状 甚至呢 有些会比较严重 就是下不了床 但是我觉得这其中呢 不一定真的是 大人的这个病症更重 可能是因为孩子 他不舒服之后 他就不怎么需要劳动 那大人呢 就要照顾孩子 你比如说我 对吧 我显示出来的病症 那时候已经有三天了 是最长的 但是我晚上 得照顾孩子 还得照顾孩子他妈 尤其他夜里面 不断消停的时候 我一晚上要起来好几次 要跟他喝水 保证他不烧起来 所以其实我是 休息不好的 那白天呢 我还要跟他们做饭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大人 很可能的 就是因为这个休息不好 还出现这个病症 表现重一点 那最后想跟大家说的 那就是说我总结了一下 我们身边所有的家庭之后 并不说待在家里面 真的是特别完美的一个方案 反正就是我们家的孩子 天天在外面 莫怕滚打 虽然感染之后 好像这个病症 就比较轻一点 平时平常也可能不干不净 对于这个病毒 身体还是有一些免疫力的 所以呈现出来 它就比较轻 这也算是一个额外的说话 所以在冬季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 因为各有害怕 就不让孩子出去晒太阳 不让孩子出去运动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真的在这个时候 还是得去靠你个人的 一个抵抗力 免疫力 该活动就得活动 该晒太阳就得晒太阳 如果说真的感染 也没必要觉得紧张 大家都把自己分点事 做好做足 但我就给孩子说 你就是不用去里面跳舞了 为啥 因为他跳舞总是会比较紧张 那这样子老焦虑 其实是会拉力勉励的 这个时候每个人 就去做一下 自己最开心的事 然后保证自己的身体 是一种放松的 积极的一种心理状态 那你面对这个病毒 恢复起来 其实是非常快的 这一点呢 我觉得很多人忽视 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得 再有一个后军工作 就是说大家要做的 就是说感染过了 千万不要掉以心情 因为这个新冠 我身边有的人 他是二十三十感染 但是这种情况 很多就发生在 这些个出国出差 或者到外地出差 这些人 可能会接受到不同的毒株 那这不同毒株之间 有可能出现再次感染 因此不管 你是病好了也好 还是说病好过一段时间也好 那全家还是要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保健 那像我呢 就买了这个维生素D 维生素C 姜黄素 还有一些营养补剂 打算在恢复之后 就吃起来 最少是一个月的时间 这样子能够帮自己巩固一下 防止自己在抵抗力比较弱的情况下 在外面阳性的环境又再次感染 我觉得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心得吧 那到视频的最后呢 不管大家感染了还是没感染了 都希望大家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和物质上的准备 也都希望大家尽早的恢复 一身健康 拜拜